已经都准备好了 姐你先别急 叔叔说他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再等等啊 这马上就要进去了 他来了 你好好教他怎么看吧 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来 西姐 这么巧 多大姐 干啥呀 温苏西和多大撞山了 我穿的是一件吗 穿的肯定是一样的 这是怎么 差距这么大 四月不饶人 最佳买家修和卖家修 一会想办法让他们两个 同化 没想到我跟西姐的审美 还真是趋同 怎么会 撞山啊 不过没事 下面有请 我俩穿起来的区别 还挺大的 陶拉姐 那边叫咱们入场了 一会儿去 悠悠 怎么回事啊 你进衣服的时候没问啊 不是 姐 我打过招呼了 我也问过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后我想请朵拉拍部戏 钱老板你要帮我 菜打制片人的戏 每部我没投资 我主要还是要谢谢钱老板 一直支持我 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 那听钱老板的意思是让我赔罪了 那你自己说 怎么个赔份 陪你喝醉 没问题 谢谢 文总 该您入场了 我们 我 我们不能错后几个吗 可是名单上 您是最后一位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乐和影业的制片人 您是本次电影迪异孤行的制片人 文总 今回是赵人 文总 新小姐 登场 我去的租区打个电话 应该有话 这边 这边要有点 是否请你着陆 试试 怎么样 真不客气 我完了 好了 对不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姑娘 我 闭嘴 笑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你不是说只要舒适 穿什么都无所谓了吗 得体就好 我说的是得体不是得到 你穿成这样吓我谁呢 在下看不出来哪里不团 我也按你的要求带了领情 你来迟来穿成这样子 我说你是故意的吗 在下迟来仅仅是落发单狗 要是文姑娘 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 你在下谈笑风生 可叹 是可悲 唐总 唐总 您看一会儿能不能抽些时间 让我们做一个单独的采访呢 今天我不是主角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重点 放在今天的慈善晚宴上吧 今天来的这个男的 您认识他吗 他是素希的朋友 他叫赤羽 是朋友 还是男朋友 是朋友 或许一会儿 我就会给你们一个答案 大家好 我是文素希 很开心大家今天能够聚在这里 所以现在想耽误大家一点宝贵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旁边的这位朋友 赤羽 请问你们真的如外界传言的那样 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当然不是 我们就是特别好的好朋友 那赤羽先生 您今天穿成这样来到活动现场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呃 他平时喜欢漫画二次元 现在穿的这身呢 就是他平时cosplay的衣服 当然了我觉得 自己喜欢最重要啊 我们可不可以请赤羽先生 来回答几个问题呢 呃 避免 在几个问题 我不能 知道 我 我 不 难 我 中文字幕——YK